大家好,我是V翔 這一次大概是補充上一次教色的過程 上一次的教學因為嚴重吊割,所以我補充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一段影片 左邊是教色之前的原始影片 右邊是教色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兩邊的色彩差距非常大 所以我鼓勵有拍片的人盡量去做一個教色的動作 不管你的機器好或者是不好 那麼我用的機器是DJI的P3S 算是最差的一台機器 因為P3S可以看到遠方的樹 已經糊成一團了 那個樹葉都糊成一團 那麼你如果是用比較 好一點的機器的話 拍起來教色之後會更漂亮 好,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教色的一個基本概念 好,那這一段是一個 10秒的一個原始影片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教色的一個基本概念 我用的軟體是Premiere 那麼很多的 影像處理軟體都有這個功能 好,所以不一定是Premiere 所有的後製的剪輯軟體 高檔一點的應該都 都是一樣的原理 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段影片的色彩 在裡面呢,如果你是用Premiere的話 可以開啟裡面有一個叫做 Reference Monitor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它有好幾種 的不同類型 好,這邊 有好幾種不同類型 那我所開的是 YC Webform 你也可以開RGB 紅色綠色 藍色的分佈狀況 好,那我們 這個以後我們再談 那會比較複雜 那麼我們看比較簡單的YC Webform YC Webform的概念呢 就是 從0 這個虛線這邊是最黑 好,那100 是最亮 所以我們這一張影像呢 它亮的地方 不到100 暗的地方也不到0 好,所以看起來會很平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它亮的部分調更亮 暗的地方調更暗 好,那你的影像差別就會很大 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調呢 我可以在這個影像上面呢 加一個 叫做 這裡有一個 這裡的調整方式很多 那因為 很多所以我們 就講一個最簡單的 RGB Curve 把它拿過來用 好 RGB Curve的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分紅綠藍 分開條 你也可以呢 全部一起調 Master 好,Master要一起調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比較一下 中間這個我們就先不看 把它拉 簡單一點 好 這一段呢 我把亮的地方呢 這裡代表亮 這一邊代表暗 我把亮的地方往上拉 好,那 這個最亮的地方 它就會越來越高 整張畫面就會越來越亮 但是我不要讓它超過100的部分 因為超過的話呢 整張畫面 就白掉 你可以看到 只要超過整個 畫面是白的 會 太過於曝光過度 所以 這個點呢 我要讓它接近 100的地方 但是不要超過它 好 這樣子 暗的地方呢 我也讓它 往下降 好 那麼我讓這個 暗的地方接近0的部分 但是呢 不要超過它 超過會整個會變 死黑 你看 這樣子 整個就死黑掉 所以 我也不要讓它超過 打開我們抓一個 接近到0的部分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個差別在影像上看 我們就可以看得 非常的明顯 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是校色之後的一個結果 那麼校色之前呢 長這樣子 校色之後呢 就變這個樣子 好,所以 都還沒有做其他的色彩調整 只是把 明暗呢 把它分得更清楚一點 好,它的顏色就很漂亮 好,那麼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針對 某一個顏色 來 去做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色彩的感覺 好,比如說 這一個部分呢 你覺得 你希望它有點像電影 那種 帶一點 藍藍 暗暗的感覺的話 我們藍色就要提高 好,藍色提高的意思 也可以說是紅色 綠色降低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的 紅色的 暗的地方稍微給它 偏暗一點點 好,偏暗一點點 好 那整個畫面你就會覺得 它有點變成是 藍藍綠綠的 那我們的綠色呢 也可以 稍微的 降低一點 我這個 我這台機器不是很好調 因為 我現在用的是 筆電 好,那麼 藍色的部分呢 我把它的 藍色的暗部 稍微的調亮一點 大概是這樣 好,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整個畫面呢 就會 除了 這是本來的 除了 明暗 調出來之後呢 它看起來也會有帶一點點的藍色 好,那麼 這個就是一個 用 很簡單用色階的方式呢 來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 教色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